Hello,大家早上好,我是新陈,这里是华人生活网的早间资讯,一起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布重要通知,外国人赴华执行新规,感染新冠,15岁男童眼鼻出血后死亡,儿童严重严正个案正在暴增。 华人老板建议勇为击退歹徒,却遭调查,还有人趁机假捐款。 做人没下线,佛州有人装扮成老人去打疫苗。 下面来看第一条资讯。 2月19日,根据相关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于日前发布公告, 要求前往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先得到总领馆电邮确认后再购买机票,进行核酸和抗体双检测。 对未得到中领馆事先同意的,将不审发健康码。 据悉,这是时隔两个月后再次下发的更严格的外籍人士复华限制性措施。 而上一次是在2020年12月19日发布的调整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要求紧急公告。 据了解,本次的新措施将对美籍华人回国产生更大的约束力。 领事馆于2月18日发布重要通知如下。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总领馆提醒限持有效工作、私人、团聚类居留许可外国人, 如非紧急、人道等特殊必要情况,近期避免复华,现就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1.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需要,从即日起,从旧金山搭乘航班复华的持上述三类有效居留许可外国人, 如确油紧急、人道主义等必要原因。 请务必事先将本人护照、居留许可、复华事由说明等材料, 电邮发送至health.sfconsulate at gmail.com,由总领馆预先审核确认。 2. 有关人员应旨在得到总领馆电邮确认后,再购买机票,进行核酸和抗体双检测。 3. 总领馆建议,已在华池上述居留许可外国人,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减少不必要跨境旅行, 慎重决定离境出行,并将疫情因素纳入综合考虑范畴,包括不能如期返回中国等可能。 4. 以上要求不适用于中国公民以及近期申请并获得紧急、人道签证的外国人, 除持上述三类居留许可人员外,中方2020年3月16日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公告仍然有效。 总领馆再次提醒公众,切实做到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尤其要避免频繁跨国旅行。 下面来看第二条资讯。 新冠肺炎持续一年多,病毒出现变种,全球越来越多孩子患小耳朵系统发炎症候群。 加州有名15岁男童确诊后多重器官陆续出现严重衰竭, 一周后嘴巴、眼睛、鼻孔出血,医生宣布他脑死亡,父母一忍痛放弃治疗。 据报道,15岁的Breden Wilson一直对新冠肺炎感到恐惧, 所以疫情扩散以来,他会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戴好口罩。 可是病毒仍然找上Breden,还引发他患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令病情急转直下。 妈妈表示,儿子虽然肥胖,但身体健康, 但在元旦日前夕开始出现呕吐、发烧的症状,送医院后正式催疹。 然而,医院仅派新型抗体药物治疗后,便安排他出院在家隔离休息。 然而,他完全没有退烧迹象,两天后出现腹泻,嘴唇、手指发紫,只能报警求助。 当救护车到达时,Breden已经奄奄一息,妈妈形容他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几乎没有生命。 送院后,Breden被带上呼吸机,但情况严重,需要转至洛杉矶儿童医院。 该医院有设立专科治疗小儿童系统发炎症候群患者。 儿科心脏病专家博士坦言,Breden是他们医院最严重的患者之一,他们接受处理Breden的病案。 发现他有严重的多重器官衰竭,包括肺部、心脏和肾脏。 医疗团队随即安排他使用心肺体外循环机,进行透析和心脏手术来减轻压力。 几天后,他的嘴巴、眼睛、鼻孔出血,仪器无法侦测大脑运作。 在1月5日,医生宣布他脑死。 燕芳跟Breden父母详情讲解情况后,他们忍痛决定放弃儿子的治疗。 在2月5日,父母举办了儿子的追悼会,形容他是一个热心、富有创造力的孩子。 爸妈表示,虽然儿子超重,但没严重健康问题,他每周游泳三次,在学校有参与跳舞、瑜伽等课外活动。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指出,目前全面有2060种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有30人死亡,患者年龄中位数为9岁,范围有几个月大婴儿至20岁承认。 多名专家承认,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儿童神秘炎症有暴增的现象, 华府国家儿童医院传染科主任表示,第一波疫情,他们只有一半患者需要入深切治疗部,但现在已经上升至80%至90%。 他形容,很多小朋友患者住院时已需要使用呼吸机,病情明显变得更加严重。 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症状包括发烧、起红疹及肠道问题,严重可影响心脏功能,有心肌症或心律不齐。 医院提出,大多患者体内减出新冠病毒抗体,代表先前曾受感染,有些患者则检测呈阳性反应。 目前数据显示,患者在确诊前全是健康孩子,其实呈阳性,亦甚少出现病状。 专家仍未找出导致小儿多系统发炎症的原因,但肥胖年长的孩童症状会比较严重。 下一条新闻,华人老板建议勇为击退歹徒,却遭调查。 几天前,我们报道了新闻加州奥克兰华裔店主开枪打跑歹徒建议勇为的消息。 但是随后事件发生变化,这个华裔店主反而被警方调查,最终交保释金出来等待下一步调查。 2月15日下午5点左右,在加州奥克兰唐人街9街加Franklin街再次发生一起抢劫案。 一名白人女子在附近摄影,被劫匪抢劫相机。 劫匪在逃跑过程中试图用车撞女子。 危机时刻,附近酒庄的华人店主冲出来建议勇为连开四枪,下退劫匪。 好在现场没人被击中,女子仅受轻伤。 她当天被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根据阿拉米达陷阱的消息,她16日以6万美金保释出狱。 华人社区领袖陈先生18日表示,暂时还没有针对冬主的罪名起诉。 她被指控枪支袭击重罪的说法不属实。 此前,一度有人冒充冬主名义,希望在网络筹款帮助她,但很快撤下筹款。 冬主家人也透过她表示,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筹款活动, 她暂时也不需要任何捐款资助。 陈先生表示,她和酒庄华人冬主沟通过,冬主非常感谢社区对她和家人的关心爱护, 希望低料处理此事。 目前,有一些错误的报道会影响案情进展。 我们也希望尊重她的意愿,给冬主空间和时间平复心情。 从头到尾,冬主没有要求筹款, 也请社区朋友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筹款的消息。 陈先生表示,华人社区欢迎任何帮助社区维护治安, 但也请不要涉及暴力、政治和种族歧视因素。 下一条新闻,在佛罗里达州,两名女子因自私正在被网络热骂, 据悉,她们特意打扮成老奶奶, 出现在新冠疫苗接种点,试图骗取疫苗。 目前,这两人还没有被指认,也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 但奥兰多附近的奥兰志县的警长正在调查此事。 据悉,她们在网上注册了接种疫苗, 并在声明中称自己已经超过65岁, 然后伪装地出现在疫苗中心。 星期三,这两人携带已经有第一针接种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卡来到接种点, 其中,一人戴着看起来像浴帽、 长开衫和口罩以及面罩, 另一个人虽然把她所有的棕色头发都留了下来, 但穿了一件米老鼠的T恤。 当医护人员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时, 看到这两人其实只有34岁和44岁, 因此没有资格接种疫苗。 但两人已经接种了第一次疫苗, 显然当时的工作者没有查看他们的证件。 接种点报警后, 两人被警方责备不诚实, 然后被放行, 警告他们非法入侵, 让他们不要再来。 警方的视频中显示, 警方告诉这两个人,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你偷了比你更需要疫苗的人的疫苗, 而且你也不会得到你的第二只,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 其中一名警察怒道, 所有的东西, 这栋楼, 停车场, 你们将不被允许回到这里。 另外一个警察说, 你们幸运吧, 人家不让逮捕你, 但我们现在不确定疫苗站是否会对你提起诉讼, 然后把你送进监狱, 所以你们自私地偷了疫苗, 就等着瞧吧。 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的老尔皮诺博士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这两人的所作所为, 他警告其他人不要试图进行疫苗欺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资讯, 中午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超市打折消息, 我们不见不散。